大家好,我是Carrie,溫哥華的地產經紀 今天回到Metro Town 跟大家介紹一個樓花項目 2028年起好的 它的位置在哪裏呢? 很近Metro Town 稍後跟大家分享 我走這條路旁邊 已經是SkyChain站 所以這座樓其中一個賣點都是方便的 對面馬路外多車的那條是Central Bolivar Metro Town的商場就在那邊 這次大家記不記得刺塵雙息呢? 之前也有跟大家走過這個草地位 大概一兩年前分享過Metro Town對面的樓宇 我們這次這個樓花項目 就沒有在那邊那麼繁雜 一下樓就立即看到很多人在車載轉 這邊是一個安靜的社區 站在那裏 站在那裏 走過來大概兩三分鐘的距離 然後建築在那裏呢? 就在那裏 現在還是舊樓來的 還沒清拆 那這條的樓梯 這條比較靜的內街就是BS4 它跟Central Bolivar不是直通的 所以這條街通常是保持得比較安靜 又可以泊車 已經有些下雪了 那這條小街就是Cassie Cassie上面是Gold House的兩座 未有機會跟大家分享的 這條街上是Modello by Boffle Rain的售樓柱都在這裏 這就是我們今天跟大家分享的項目 項目的名叫做Rain 其實是雙子塔 它會是同一個項目和屋苑 會兩座一起建好 一個是35層樓高 一個是38層樓高 它的位置就在前面這個位置 就在Modello的後面 就是向南的地方 現在大家看到 全部都是Low Rise的建築 之後就會清拆 就變成兩座的High Rise建築 有落雪樓嗎 之前有落雪樓 為何每次出來拍片 我不是穿上衣服都落雪 這樣呢 好 剛剛說這兩個建築 基本上高一點的座 就是我們今天 重點跟大家介紹的那座North Tower 因為方向的話 後面SkyChange是北 前面是藍 North Tower的話 就會是30把層樓高 就會是貼近Modello這邊 另外之前South Tower 其實發展商已經推出了 都賣得差不多 所以現在才開啟North Tower 就是前方的 亦都有樓對著 這條街其實將來都會改建 因為始終它越來越多High Rise 就會漂亮很多 大家入住了之後 哇 好漂亮啊 So cool 好冷啊 哇 即是落雪樓 對 落雪樓 哇 爹地還在外面調音 叫他快回家 好 好啦 OK 那我們現在呢 就跟大家進入壽樓署裡面 看看它 project 裡面的features 我們剛剛就在BS4上面走路 轉進來Cassie 這兩座Tower就是今天會和大家分享 主要是分享North Tower 北邊這一座 左手邊已經是Willington Avenue 對面就是公園 禮貞也很接近 我們看看建築模特兒 就會看到雙子塔是兩座 一北一南地建 這邊是北邊 向著大家高一點這座 38層樓 是我們今天主要會和大家分享的 Ring的第二座Tower South Tower之前發展商已經推出 賣得差不多 所以現在才開啟North Tower 兩座之間有什麼分別是最大的呢 很快就說一說 一個就是South Tower的後面 它有一個Rental component 出租的全部是South Tower 另外兩座Tower都會分享不同的優點 北座的會所是非常豐富的 雖然它們是通的 但方便很多 另外還有一個最特別的位置 就是北座的高層 27至37樓 即是最高層的那一棵 所有單位都是10呎樓底 其實Ring本身這兩座樓底都很高 所有單位的標準都是9呎 唯一就是North Tower最上的 這一棵是10呎樓底 所以如果大家想住Premiere Living 採光多一點 樓底高一點的話 就可以考慮上面 我們重點來介紹一下 整個項目是怎樣建立的 之前都未跟大家看過 方向的話 這裡是Cassie 前面就是北邊 但它的Block不是正北正藍 所以北的方向是有點像甲角位 這樣打斜過去的北 這邊是東北 那邊是西北 東北西北都會有些景觀 東北的話 其實它剛好會越過前面Modello的平台位 所以也有些景觀 西北的話 回到我剛剛是Willington 對面馬路就是公園的景觀 然後我們說回 入車位的話 大家都會從Cassie進來 中央有個停車區 兩邊停車場 它是分開的 如果大家買北座的話 就完全轉入北邊的停車場 南邊這一座 剛剛說過 有些出租的 portion 其實就是這一塊 矮一點的 靠Cassie 他們的停車位都會在South Gate 雖然有separate parking 北座都有些特色單位 很多朋友看到這些就會問是否是Chan House 但其實它不是 它是類似Garden Flags 類似平台的單位 而且它的特色樓層 就是這些一樓二樓三樓 這幾個單位 大家可以看到它是有很大的露台位 所以喜歡大外出空間 可以考慮下面這幾層 然後來到建築的這一邊 靠Willington 這些比較忙碌的地方 你看到這麼大的一樓 好像全部都是透明 高樓底 其實就是它的回所設施 其實是一個很大的籃球場 就是多用途球場 現在給大家看看 Ring 它是兩座樓 大家都可以share amenities 但我覺得最棒的 主要都是North Tower 這就是他們做了一個比較細節的模特 剛剛大家看到那個很整個透明的 其實就是在談籃球場和Gym 籃球場的樓底是很高的 接近有雙重高樓 差不多是兩層 甚至我覺得是兩層半座的高度 有一個很大的範圍 它是Half Court 亦可以打Squash、羽毛球 或者是一個多用途的球場 除此之外圍著球場的 就是兩層的Gym 下面就是一些重力訓練 除了這一棵之外 去到對面也繼續還有 來到這裡也有的 看到嗎 這邊也還有那些機器 去做重力訓練 旁邊就有些廁所 樓梯上去上面那一層 就是繼續跑步 大洋的不同的機器材 這邊也有些蛙艇機 來到這裡有個Yoga Studio 這個是上面那一層 再上一層的話 就有個Golf simulation的 那些 indoor area 還有兩個guest suite 大家有客人過來的時候 就可以租住 方便一點 不用去找酒店 這裡就是North Tower的設施 還有大家如果做完健身很累 想浸一下水的話 可以坐升降機上到頂層 三十八樓都繼續在有個會所 就是這一棵 大家看到它沒有泳池 不過它有冷熱水池 即是一凍一熱 大家可以浸一下水 是外面的地方 除此之外 也有些外面的可以坐 開派對的空間 這些派對室 然後中間這裡 這兩個是Steam和Sona 所以如果大家做完運動 或者想碰水的運動 還有Steam Sona 還有熱水浸冷水都有 然後說完了North Tower的會所 跟大家分享 其實South Tower都有會所設施 就是下面的兩棵 South Tower的九樓 有類似是co-working lounge 大家需要工作的空間 或者跟人聊天可以在這裡 也有個Kids area Kids area有in-door 亦有out-door小朋友玩的 亦有個out-door的golf area 跟大家去看看 發展商做了示範單位給我們參觀 它是一個兩房加書房 814呎左右的室內面質空間 兩房兩次 corner unit 所以有很多窗 亦做了一個很大的410呎 wrap around的 balcony 大家可以看看U-shape的廚房設計 pantry balcony 大部份兩房都可以做到 大家可以根據自己喜歡的方向 選擇一個corner 單位有很多不同的特色 一邊走一邊跟大家分享 其中一樣是全屋的配件 例如黑色的教位和門鎖 門口進來的話 這兩道門 一個是full size的washer dryer 還有一個entry closet 然後我們就迅速地走去看看廚房 發展商今次做出來的示範單位 主打是黑色為主 上下櫃黑色 檯面都是黑色 配一些金黃黃的紋露 廚房的Layout是U-shape的廚房 這是我覺得我見過這麼多不同的廚房 是最實用的 廚房大家很多時看到 我見到長條型的L-shape 或者是一條加一個island 最能夠可以增加櫃的空間 加上桌面空間就是U-shape 我自己現在放售我的出租單位 W1的廚房都是U-shape 特別喜歡的 但現在就越來越少看到U-shape 這次這個項目就是U-shape廚房 而且基本上所有兩房單位 都做了U-shape給你的 大家選方向就可以了 不用再選Layout U-shape之餘 它的擺位都很好 門口這邊一進來就是雪櫃 30吋的大雪櫃 這次減的電器牌子也是Mila 如果我們不說Wolf Gagganau那些 它已經是最高檔的牌子 這個是30吋雪櫃 下面分開兩格大櫃桶的冰櫃 有時看到很多雪櫃雖然都是上下 但一格入面再開格小 這個儲物空間會比較多 然後上面也做了頂櫃 現在大家看到的樓底 廚房這邊Drop down是8呎 外面Living是9呎 如果大家是買27樓至37樓North Tower的話 其實這裡的樓底會再高 廚房Drop down都會有9呎 外面是10呎 所以你可以想像到上面的廚櫃空間 或者是space會更多 很多儲物空間 而我也最喜歡的就是 它將微波爐和焗爐 它是放在一個很容易可以access到的位置 這個我這次影片說了很多次 有些時候如果你的焗爐是放在爐頭下 你每次都要蹲下 微波爐很喜歡放在這些位置 也是要蹲下的 這個高度很適合大家煮食和清潔 下面是兩格櫃桶 很小的 然後這裡屈了進去的轉彎位 它都沒有空間 繼續有儲物空間有櫃 而且它屈了進去的角落 令你可以煽無忌憚地放很多不同的東西 例如熱水鍋、電飯鍋、咖啡機 塞進去 你一眼看不到就不會很亂 這些空間都可以擠出來吃東西 上面這些都是儲物空間 然後這個是焗爐頭 都是MILA 五個焗爐頭 上面是七油煙機AEG 上面這些櫃全部都是儲物空間 相對都多 這邊是這樣開 然後因為它的焗爐和微波爐放在這邊之後 變成在你煮食爐的下面 它就可以做到很大的兩個空間 讓你去放煲煲鑊鑊 然後剛剛我說到有個轉角櫃桶 不好意思 這裡有個轉角位的櫃桶 裡面是有個轉盤的兩個 方便大家放東西 然後這裡的轉角位 它就是做回一個普通的櫃仔 然後下面還有兩格櫃桶 一格櫃桶上面還有一個小的 讓你擺的那個有些攝影機 讓你擺的那些紙巾 讓你擺的那些紙巾 那些東西 然後晶盤是很長條型的 然後下面也都做好了 這是垃圾桶 哇這個這麼像桑桑 還有這支東西 讓大家放一些濕的用品 所有的配件 包括我們現在看到水龍頭 都是KOLA的 配件全部都是黑色 今次Ring有三種顏色選擇 我們現在看到的是最深色 最深色的黑色設計會配合所有黑色配件 包括洗手間看那些 如果大家不喜歡黑色 選中間的色系會配銀色的水龍喉 如果大家選擇的是最軟的顏色 就會配金色配件 所以是很有心的 因為一次過訂購不同的顏色 整個建築成本都會高了 你不能這樣量選擇 剛剛看到這裏 洗碗碟機也是做了MIRR的 其實MIRR的電器配件 車除了本身的牌子比較好 成本都比較高 我們最近有一個出租單位的洗碗碟機壞了 它是MIRR的 我們上網購買 都是比普通的Volgan Milano的貴了很多 差不多三千多元一部洗碗碟機 都有點不捨得購買 所以大家發展商配給你也是不錯的 這邊的空間差不多可以放到四張巴櫃 除此之外這個廚房還未完 這邊的長粒位置 已經幫你做好了這個櫃 這個Pantry已經做好了 但到時會這樣 寫了Included items 有兩三格給你開放的 有些可以關門的 如果真的放Dyson吸塵機的話 電線怎麼走呢 這邊的電鍵不能做在衣櫃裡面 所以它做在外面 但到時會開定一個洞給你 你可以把電線插出來 你的吸塵機就可以放在這裡 另外這邊有電的話 如果大家有咖啡機 那些不喜歡放在那邊 都可以放在這裡 就是多一個實用的空間 好了 看完廚房之後 跟大家看看洗手間 它的洗手間 如果你的單位是兩房以上 即兩個洗手間以上的話 主人房廁所 這個Master On Suite 跟客房的廁所是不同的 如果你是買的是一房 Junior Tool 一個廁所的單位 就會以Master Backroom為主 我們先看看客廁 客廁的話 客廁的話 它的設計 如果是黑色鞋的話 就是黑色的地板 有一點點白色的Touch LED pattern 然後長身的磚 都會是淺色一點點的磚 就是淺的灰灰的色 你看到這個是黑色鞋 所以它所有的配件 包括這條Touch 會配合給你 都會是黑色的 全部都是COLA的 連鏡子都是COLA的 它這個放在水龍頭 下面這些 好帥的 它這隻MAT Black 它連下面的去水也是 中間的舊 全部都是黑色的 很有型 這個也是 是呀 這個水龍頭也是 都是COLA 不是呀 是這個 這個去水也是黑色 然後這一盞燈 哇 這個很可愛 按按鈕 啪 包完 這個燈 也是會配給你的 它有些設計項目 可以配給你 另外看到它這個洗手盆 的桌面 也幫你做了包邊 包邊 然後下面就是櫃桶 兩間 可以給你放東西 也都全部是黑色的 加上這個毛巾 我們不如現在迅速地 趁大家的記憶 還在這裡 去看主人房的廁所 主人房的廁所 大同小異 但有什麼特別的東西不同了 就是大家有沒有分到 是什麼不同了 其實我第一眼進來的時候 不是馬上分到的 你分到嗎 什麼分到 很多不同 OK 不要笑 首先就是長磚 剛剛是淺色的 它現在的長磚 會跟地板的顏色 會配合 整個都是深色系 然後Mario燈不見了 變成長條形上下燈 這個燈會配給大家 設計有些深思 不是每個都標準 然後這張鏡櫃 剛才那張是只有鏡 現在變成一個鏡櫃 而且這個鏡櫃也不太標準 長方形一塊 是圓圓的 很漂亮 有些陰影 上面也有些燈 沒有啊 沒有嗎 有燈嗎 有啊 你看看這邊有燈 櫃上面有 是啊 你看看 你開吧 有燈的 很漂亮 另外還有最重要的 我覺得就是這個暖地板 NUHEAT 處一人房的廁所 或者大家如果買的 不是兩房 在一房單位 你的Master Bedroom 即唯一的廁所 都會有地暖 有燈條 有這些鏡櫃 這一組是一樣的 地磚也是一樣的 另外不同的 洗手間有洗屁股的功能 就已經在這裡 就已經給你了 另外呢 它的洗手間 這個洗手間 裡面 也幫你裝了兩組東西 也是KOLA 上面一個Ring Head 也是黑色的 然後這裡有條 可以給你放水龍頭 可以把花灑頭拔下來 也有兩組按鍵 去接觸它們 上面也有一個Niche 位置 放洗頭水護髮素 我還留意到工藝 這些位置 有時候發展商 去做這些切角 或者這些位置 會用了不鏽鋼 是銀色的 但發展商是用同樣的材料 去做同一種色系 包括牆邊 這裡也是 外面的其他發展商 這一條 整條都是做了灰色 用牆身的磚 這些接駁位 配件位 全部都是黑色的 如果大家選擇的 不是黑色系 是淺色系 就會變成金色配件 給大家看 這是主人房 衣櫃裡面 一樣 是有整體的 這些特色 加起來 最後跟大家分享 價錢的時候 我就覺得性價比真的很高 因為通常 你的價錢 你不會買到這些東西 那整組都是 included items 做了整體的 上下隔這邊 可以放東西 然後這裡還有 可以放鞋子的地方 房間不是很大 但實用面積也挺高 因為很多時候 現在大家看到很多量房單位 其實它是沒辦法再做到 有廚房 有飯廳 有客廳 通常都是廚房 和飯廳 混合在一起 所以大家看到很多廚房 都是長條型廚房 或者L形 給你中間放餐桌 但這裡 起碼它偷了一個位置 給你 你有全身廚房 還可以放餐桌 然後這邊 就是客廳位置 現在放了一個 一二三四四四座 客廳位置可以延伸出去 也可以短一點 讓桌子放長一點 然後這裡可以看電視 電視空間夠不夠 它是不是做了一些東西 其實這裡做了一幅墻壁 真正正的闊度 在這個位置 這樣也可以 然後這裡有露台門 想想出去是wrap around的 balcony 外面全都是露台位 而且某一棵會特別闊 不是wrap around 只有閒置 不能坐 它會有一個闊的地方 可以放到梳化 剛剛看了主人房 看看第二層 第二層的尺寸 也差不多 也可以放到clean size 兩邊床頭櫃 有衣櫃 我們看看衣櫃 第二層的衣櫃 也一樣 有幫你做到兩個rack 還有一個位置 剛才進來的時候 錯誤了 就是這裡 還有一個小書房 不大 我想30呎 還有很小的 但你裝修完 或者做完設計之後 都真的可以做到書房 舒舒服服 或者當是storage area 跟大家分享一下floor plan 我們現在看的單位 810呎 820呎 類似C8 兩房加釘加兩次的單位 其實幾個兩房都很相似 這些單位的starting price 是95萬左右 當然是樓層最低的 大部份朋友 我們都說 至少買10至20樓的話 大概約100萬左右 如果你買到兩房 也有一個多 鬆一點的budget 尤其是自住的話 Carrie也建議大家 儘量選擇27樓以上 始終有10呎樓底 現在在坊間裡 算是唯一的選擇 其他所有的項目 除非去到penhouse 或特別樓層 才會有10呎樓底 正常一個建築 說一百萬 加一點錢 例如你加到27至37樓 即是加10層左右 10層兩三千元一層 即是加三四萬 可能是說一百零五萬 甚至一百零十萬 都不用 你買到10呎樓底 將來你去自住 你會自己享受 你去再轉售的時候 亦都會是一個 比別人更加優質的選擇 所以我會這樣去建議大家 如果兩房大家不夠住 其實都很推薦 可以再升級自己去三房 因為我價錢也是很便宜的 最低層的三房 我們說的是 差不多一百一十幾萬 大家當是一百十三四 三房的話 會帶多一百尺 鬆一點 然後你會有三間很標準的房間 門口進來之後 就會有一個房間 這邊有一個洗手間 大家分享 也一樣 有你今天看到我和大家分享的 這個廚房的職 然後也有Pantry 這邊 之後就會有客飯廳 另外再加多個房間 這個單位其實是屬於西南角的 採光方面OK 而且向西這一邊 其實大家會在公園景觀 如果你喜歡望樹林 花園的話 你可以選擇樓層低一點 整個樓層會便宜一點 但你說如果在Villington那條街 太多聲音 或者喜歡高層美景 一樣 由八一萬左右 你可能去到八三萬左右 你去到跳到最高的十層的話 你又是擁有了十呎樓底 以及更加漂亮的景觀 我們可能是一個 Central Park的遠景 以及後面有丹灘 山景 這兩個會是我最推薦的單位 當然 三房唯一只有這個職 如果大家需要三間房 就只有Plan D可以選擇 如果大家喜歡的是兩房 或者兩房加丁 除了剛剛說的向北邊之外 雙類似的 你也可以選擇東北邊 C9 大的十呎 價錢是差不多的 差一點 另外還有一隻 可能會進去更闊落的兩房 因為它沒有了書房 C10 這個向東南角 你會看到它感覺上會闊落一點 其實C10是貴一點的 如果看發展商的Price Sheet C10的話 它的Styling Price是高90萬 即是比剛才Mate 90萬 貴多4、5萬 反而沒有了釘 就帶大家自己個人的喜好 搞完兩房三房 大家如果是首次事業 或是想買上車 或是小小額的投資單位 其實它都有一房選擇 但我覺得比較特別的是這一隻 一房的價錢 即是75萬左右 但它做了一個2nd bedroom 雖然都比較小 但它至少可以放到一張單人床 這也是它這次的項目 細單位的賣點 差不多價錢 75萬五百多呎 你如果去買Junior 2 那怎麼都會好 你差不多價錢 便宜兩三萬 買一個只一房 連書房都沒有 所以考慮一房的朋友 不妨嘗試一下 嚴如多多幾萬元 預算到75萬至80萬 去買Junior 2 這也有兩個選擇 Plan C對公園 對安靜點 內街CASI也有C1 大概就是這樣 其他所有的科目計 價錢資料 我都會放在我的網站 kway.com slash rain 大家便會看到 上面可能還有South Tower的資料 但可以忘記 主要是FocusNorth Tower 現在政府新推出的政策 是幫助大家 就是如果將來 大家買的樓花 要給GST 而你的額是110萬 樓下 而且你是自住的話 其實你給了GST 之後 你可以豁免 property transfer tax 這個額度 是大幅提升的 因為以前是75萬 即是幾乎可以 一房單位 過75萬 就開始越來越少 現在是由75萬 提升到110萬 即是大家買兩房 好像Rain的110萬 樓下的單位 你都已經可以享受到 將來的優惠 看看給大家聽 現在出來的credit 是怎樣的 如果三房單位 是拿到最多優惠 就是15000元 兩房一萬元 細兩房 即是剛剛特別推介 我說特別底的 是8000元 一房Studio是5000元 其他全部有車位 除了Studio之外 也會送一個鎖卡給大家 車位做了EV ready的rought in 交流日期 2028年秋天 Deposit structure 現在是做15%優惠 之後可能會變回20% 然後管理費 大概六毫三 還有一呎 而它的樓花轉讓費用 Simon fee 是1000元 但坦白說 這些已經沒什麼用了 因為最近政府也出了一個新的政策 這是辣椒 就是大家不要炒賣樓 總之如果你買樓兩年來 你去賣的話 你可能會高達20%的pint tax 總之你成交一年後賣到20% 然後開始償量減 減到兩年就0% 所以這個是跌加的 這個是BC省的稅 和之前聯邦政府的business income 你一年來賣 要當你business income 是另一回事 是一個double tax 是跌加上去的稅 大家要注意 所以將來落成之後 就不會這麼快賣 甚至自住 它也只有2萬的假面 如果你在樓花轉讓期間 譬如說你今年買 過幾年賣都還沒交樓 就一定是20% 所以建議大家現在買 盡量自住 或者是想長期保持的投資 不要再投機了 好了 今天的分享就到這裡 拜拜